女孩正躲在床底 一个手电筒突然掉了下来 吓得她赶紧掉转手电筒方向 等手电筒被捡起 女孩这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一小时前 女孩为了给男友过生日 爬窗来见男友 两人刚交流完感情 楼下就传来了奇怪动静 男友拿起棒球棍就往楼下走去 可随后就传来惨叫声和玻璃破碎的声音 女孩想要从窗户离开 可是窗户怎么也打不开 门口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女孩只好躲在了床底下 原来楼下来了一群歹徒 而领头阿伟被男友打倒 不幸被碎玻璃插中腰子 他们把阿伟放在床上 阿伟让手下先去清理地上的血迹 女孩想起自己只是跟男友约会 他忍不住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由于老大伤口一直流血 手下阿强便上网搜索如何快速止血 女孩看见了掉落在地上的手机 于是他用棍子把背包勾了过去 可女孩刚编辑好短信报警 还没发出去手机就没电关机了 女孩欲哭无泪 劫匪为了救治老大 女孩将手表丢下 然后蹲下捡起手表时 两人四目相对 淋浴房正躲着一个女孩 她保持这个姿势已经三小时之久 握住阀门的手指已经泛白 就连脚趾头都已经酸痛无比 可是她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因为卫生间里有个变态杀人魔 每杀一个人就会拿出匕首 用火烤的发红之后 将她在手臂上做上记号 因此她的手臂已经密密麻麻全是疤痕 就在昨晚 女孩偷偷跟男友私会 一群歹徒闯进了男友家 把全家人都绑了起来 女孩躲在床底躲过一截 歹徒让男友的母亲为老大治疗 之后便又将他们关在一个房间 等到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就带着男友的父亲 准备去银行金库取钱 只留下阿强和阿伟两人 女孩找到一个闹钟 把他定时之后扔了出去 等闹钟响起阿强被吸引风 女孩趁机跑出了房间 他正准备逃走时 发现门外站着一个人 女孩只好躲进了卫生间 原来邻居发现动静来到了这里 可被阿强从身后砸晕过去 然后用棍子送他领盒饭 等阿强走后 女孩想要从窗户逃走 可是他想起了男友一家 又放弃了逃走的想法 而此时阿强正准备对男友动手 女孩一剪刀扎在阿强身上 可是阿强跟没事人一样 反手就将女孩拽住 将他按在墙上摩擦 幸好女孩机灵将他推倒后逃走 他再次回到房间 一个起跳就跳上了阁楼 然后用箱子将入口堵住 女孩绝望地发出呼救声 可是这里根本没人听得见 更绝望的是 阿强拿着梯子和电钻来了 他用电钻钻起箱子 过不了多久箱子就要被钻开了 就在这时 女孩找到了一把弓弩 可他怎么也找不到弓箭 而阿强也已经把箱子凿开 男人爬上阁楼寻找 因为一个女孩正躲在这里 很快他就发现了女孩的位置 可掀开白布发现是一个人物 只见女孩迅速从出口跳下 还把出口关了起来 男人只能发出无能的怒吼 可女孩正准备逃走 老大在门口正举枪对准了他 女孩恳求老大放他走 没想到老大提了一个要求 让他说个祝福语 女孩真心说道 助看视频的各位龙年身体健康发大财 老大便放女孩离开了房间 随后女孩将男友和他母亲解开束缚 几人刚准备逃走 正好碰见了回来的劫匪 女孩急忙躲了起来 男友两人再次被抓了起来 女孩又躲进了阁楼里 劫匪从阿强口中得知 有个女孩还在这里 于是准备放火烧了房子 就在光头在房间里倒汽油时 女孩拿起弓弩一箭送他领了盒饭 可光头还是点燃了汽油 在爆炸前一秒 女孩跳出房间躲过一劫 当他从二楼跳下时 发现了另一个蒙面劫匪 女孩立即用弓弩瞄准 一箭送他领了盒饭 就在这时 女孩听见汽车后备箱传来呼救声 打开后发现是男友父亲 将他解开束缚后 女孩持枪找到阿强 从背后用手枪击伤了他 没想到男友父亲从背后敲晕了他 原来他跟劫匪是一伙的 是他自导自演的这一处结案 为的就是金库的三千万 就在阿强准备干掉女孩时 老大开枪救了女孩 随后就咽下最后一口气 就在女孩不知道谁是好人时 男友的母亲对丈夫扣动了扳机 故事的最后 男友和母亲把现金搬上了一辆汽车 让女孩开着车离开了这里 而房子被大火烧毁证据全无 女孩和男友成为最大赢家 影片到此结束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